喂喂喂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拈花惹笑 博奖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千雪 独家出品哦 第376集 放久儿的话 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子 一下子扎入了蝴蝶夫人心脏最深处 可是 她现在最绝望的地方 是她最不敢面对的事情 阿久 要是让阿久看到她现在的模样 她会不会被吓坏 她是不是 是不是再也不愿意多看她扮演 不 她的阿久 她的阿久怎么可以被她吓到 怎么可以 可是 她这张脸 这张脸已经被毁了 放久儿 都是你 都是你 蝴蝶夫人自己都不知道 要怎么活下去了 所有的怨恨 所有的愤怒 全部都落在了放久儿的身上 你去死吧 她一脚踹了过去 这一次 是真的要将凤九儿踹到池子里 周围的女子们 有人忍不住尖叫了起来 哪怕还没有亲眼看到凤九儿被蛊虫分尸的可怕的情形 却似乎都已经能想象了 这是古池建好以来 第一次有人被扔下去 第一次 甚至有人干呕了起来 光是想象都叫人不忍心 久儿的身体被踹飞了出去 可却在千军一发之际 她一把抱住蝴蝶夫人的腿 哼 被带到这里来 就没想过还能活着出去 可这个女人心肠歹毒 现如今脸又被她给毁了 将来还不知道会不会找她的亲人朋友报仇 既然要死 那就拖着她一起死 那一脚踹在她的身上 因为她主动将蝴蝶夫人的脚抱住 所以这一脚的威力 比起一般情况下 还要可怕 抱住蝴蝶夫人的腿那一刻 凤九儿已经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 但她依旧死死抱着蝴蝶夫人 死死抱着 蝴蝶夫人怎么都没想到 一个受了重伤的人 竟然还能有如此强悍的意志力 不过那一刹那的迟疑 她便被凤九儿抱着腿 顺着她一起离开古池的边缘 向古池底下掉落 啊 就连高高在上的蝴蝶夫人 这一次也吓得失声尖叫了起来 下头是可怕的蛊虫 是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威力如何的蛊虫 可她哪怕再给凤九儿补上一脚 哪怕踹得她不住地吐血 但这个死丫头就是死死地抱住她 死都不肯放手 啊 又一声惨叫响起 蝴蝶夫人无力回天 真的被凤九儿拖着 两个人双双跌落古池 狐双刚赶到 远远就看到摔下去的那两道身影 想要追过去营救 可却已经来不及了 距离太遥远 太遥远 老天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狐双的呼唤 声嘶力竭 却无力改变眼前的一切 就在所有人惊慌失措 惊恐万分的时候 忽然一道灰色的身影从池子上掠过 竟然也一头扎入了古池里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人 她的身影快如闪电 快得不可思议 就连胡双也是惊得愣住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快的速度 这么神奇的伸手 竟然比夫人还要厉害高深的功力 古池下头 传来蝴蝶夫人凄厉的惨叫声 这叫声吓得所有人彻底软了腿 一阵风掠过 两道身影回到了池子上 一个是已经昏厥过去的凤九儿 另一个是 她一张脸满步皱纹 看着十分的苍老 可扶着凤九儿的那只手 虽然不至于细嫩如血 皮肤比起凤九儿确实差了不少 但很明显是个中年女子 也不像她那张脸所表现出来的苍老 一个戴着人皮面具的中年女子 救了凤九儿 那 狐霜飞身扑到骨池边 下头蝴蝶夫人的叫声渐渐弱了 她的身躯也被蛊虫覆盖 那一袭白色的衣裙上爬满了蛊虫 人是完全看不清楚了 狐霜捂着唇 在骨池边跪倒下去 眼泪无声落下 却是四肢发软 连爬都爬不起来 周围那十几个白衣女子 好不容易回过了神 之后一个个尖叫着 四处散开 转眼走得无影无踪 雪姑盯着跪在池边的狐霜 哼了哼 念在你对狐小蝶 还算忠诚的份上 我今日饶了你一命 她转身就要走 狐霜却在身后患道 师祖 为什么 为什么不救救夫人 她是你的徒儿啊 没错 雪姑就是狐小蝶的师父 叶飞雪 刚才她将凤九儿救上来的时候 狐霜便已经认出来了 狐霜从小跟在狐小蝶身边 当年也曾和叶飞雪 相处过一段时间 雪姑眯起眼眸 仔细盯着她 看到她脖子上 那个胎记的时候 雪姑微愣了下 你是 小霜 小霜儿 狐霜点了点头 眼泪依旧在滑落 师祖回来了 可是为什么 师祖可以见死不救 夫人是她的徒儿 她为什么要这样 师祖 夫人她 她死有余辜 师祖 小霜儿 小霜儿 你被她骗了这么多年 竟然到现在 还不知道真相 雪姑 雪姑冷冷 冷冷 哼了哼 瞧着那口骨池 眼底 没有半点怜惜 当初 狐小蝶 欺世灭族 祸害同门 我也是 我也是差点 死在她的 毒气之下 师父 夫人她 怎么可能 胡双一愣 一脸不敢置信 这些年来 这些年来 师父一直在念着你 哼 你被她骗了 胡小蝶心肠歹肚 岂会是善心的人 雪姑对胡小蝶 倒也不至于恨之入骨 胡小蝶还不配 不过 对于胡小蝶的为人 她是最为清楚的 她看着胡双 倒是有几分怜悯 你也是被她骗了这么多年 想当初 她为了让你死心塌地的 跟在她的身边 你那病重的亲娘 是她亲手害死的 师祖 你 你说什么 胡双 睁大一双眼眸 死也不敢相信 我便是发现了 你师父这些恶行 才要将它逐出师门 不料 你师父与外人联手 透露了我的心法秘诀 害我 落下山崖 她又冷冷哼了哼 对于当年的事情 其实没有太大的恨意 还是那句话 胡小蝶 胡小蝶 胡小蝶没资格 若不是当年 我有药物在身 需要回到皇城 就凭这一点 我当初 也已经将她手撕了千万遍 她不是不能找胡小蝶报仇 而只是 有更重要的事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胡小蝶竟然还在作恶 如今 算不算是自食恶果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